太素食飯 Nestley, 今天就吃茶漬魚 我看到有三文魚, 其他魚呢? 其他魚還有什麼? 有些魚仔乾之外 聽起來茶漬魚… 套用茶漬飯的做法 所以我們會用一個比較日式的湯底 浸煮蔬菜和海鮮 大家都是吃茶漬飯 飯是一些澱粉比較豐富的米粒 今天將椰菜花切得很小粒 類似吃飯 即是你不用飯? 今天沒有飯吃, 所以是炒鱘魚 現在很流行用椰菜花來裝飯 是嗎?用來炒飯就可以了 炒所謂的飯 不過在這裡蒸了這個飯 但其實是椰菜花 為什麼你不選擇炒菜? 為什麼蒸? 蒸它比較均勻一點 而且如果我們將它炒的話 湯本身, 因為通常我們用雞飯 湯底比較清潔 如果炒飯有油的話 撞下去, 油就會全部浮上來 茶漬斌, 要蒸多久? 十分八分鐘就可以了 我們不想蒸得完全軟軟 或者做別人的西式的椰菜花蓉 不需要說它真的融掉 爽爽一點, 還有咬口 沒錯, 這邊我們也可以… 你說顏色想好一點的話 也可以額外加一些金筍 我們可以放進去一起蒸 現在我們聞到什麼味道? 我聞到這邊有一個海水的味道 因為通常人們覺得我們做一些昆布 或者是一些浸漬的湯底 一定會有的就是一些乾的昆布 在這裡我們就預先用一些熱水 把它煮至差不多微滾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把它拿起來 它有一些膠質 會令湯比較稠 或者有時候有些閃 看上去的觀感就不太好 所以在這裡我們就可以把它… 味道已經出來了 我們就可以把它夾起來 有些人就會拿起來 打昆布傑或者海帶傑 你之後吃起來絕對沒問題 不過今天茶漬魚 我們都要… 主角就是我們的三文魚 還有我們在這裡有一些小魚 一般我們在日式食材或韓式食材的店 都會買到很多這些湯底的小魚食材 你這樣煮一下 其實湯底已經吻含很豐富的電解質 或者海洋的鹽分 這個我們就需要把它什麼呢? 需要把它煮滾 就不像昆布的魚不會有些散 這樣用這麼少已經很夠甜了? 其實也很夠 因為有時候你見我們煮這些所謂茶漬飯 或者是這些日式的湯底 譬如木魚碎10克8克 或者可能說魚仔肝 10至20克扔下去有沒有味道? 但是即使它在曬乾的過程當中 它沒有醃鹹到它 但是本身在魚裡面也有一定的鹽分 所以很自然地 就不需要真的額外加很多的份量 我在這邊就要隔離我們的食材 因為有時候我們有一些湯底 它就會加上一些木魚碎 我今天就特地不加進去 為什麼呢? 因為我覺得有時候那些木魚碎的煙燻味 不是每個人最喜愛的 我留在最後才加進去 在這裡我們可以放一個廚紙 隔進去的話 通常傳統來說 我們都會這樣做 就是目的讓它的湯比較清一點 對 但是如果你說不是 我本身煮的過程當中 我不是太需要煮到一個很清的湯 因為始終我們今天不是吃飯 我們有些海產、魚、其他配料 所以你可以把它散減了部分 或者我們可以把它放在一旁 如果我們覺得隔篩也夠隔的話 我們在這裡純粹加一個清湯出來 就可以了 在這裡我們就等它隔開了魚仔 我們先換一換鍋 對, 這邊我們會做什麼呢? 我們就等湯底沉沿了之後 我們也要燒熱鍋 煎飯阿貝和三文魚 但是湯我們不能直接放在這裡 因為我們叫它做什麼呢? 叫它做茶漬 那些茶從哪裡來呢? 在這裡我們有一個茶包 大家猜猜這是什麼茶包? 我猜是綠茶 是嗎? 日式的玄米茶那種吧? 一般來說都是綠茶的 不過我今天… 真是的, 你好 今天我用了一個是玄米茶的茶包 對, 我們兩個都適合 兩樣都可以 另外我們就要加些調味 好像味道不夠鹹 或者不夠鮮味 我們在這裡加一點生抽 本身份量不需要太多 就正如我們今天所說 其實海產本身也有一定的鹽分 在裡面我們可以先放在一旁 我們先讓湯的味道慢慢熄出來 我們就可以把這裡預備我們的秋葵 因為剛才我們蒸的椰菜花的時候 我們預料了, 不要蒸太久 蔬菜我們分開次序 我們在這邊把秋葵放在一旁 麻煩天佑幫我們加一些食油 在這邊我們先煎什麼呢? 我們先煎飯立貝, 還是先煎三文魚 飯立貝, 因為它比較厚 是不是?其實煎的時候 應該比較少, 但我們還是先煎 第一隻鑊乾淨一點 總之放進去的時候… 天佑, 做什麼? 不要翻, 是嗎? 什麼都不要做, 沒錯… 你記得我教你 千萬不要馬上去動 你說說飯立貝也好 或者我們說三文魚也好 一般來說, 這麼小粒的話 我們煎兩面就可以了 雖然三文魚是有幾面的 但是如果你真的煎太久的話 三文魚全部都走光了 營養的格局完全不同了 只剩下蛋白質 本來想吃的所謂澳米加三 或者其他脂肪的營養素 我們都不能夠吸收得到 這邊的秋葵差不多了 我們就可以把它放在這邊 真的有點像蒸飯的效果 但是當然如果你堅持吃一頓飯 當然你不需要全部都用椰菜花 你可以預備少許飯 你預備少許椰菜花 兩者混合起來的話 營養就更加圓滿了 那要蒸多久? 大概再蒸兩分鐘就可以了 夠了? 夠了 因為秋葵有些人都會用來拌散 對, 你不覺得它太黃 太黃不夠爽口 對嗎?這邊的賞色也足夠了 我們可以把飯立貝反轉 不需要鑊鏟 我們連三文魚… 基本上也熟了, 坦白不夠 對, 一定很棒 我們在這邊就可以把三文魚 逐粒逐粒反轉 即使你這樣煎兩面的話 熱力也會滲透到梵塔背 中心的部位 只要我們解凍, 解得透的話 那就沒什麼問題了 這邊有什麼可以做呢? 我們就把它蒸七七八八 我們這些蔬菜, 我們就拿出來 熟了 對, 看見沒說真的很油膩 因為本身真的沒有太油膩的顏色 我們可以把飯和… 我們特地有些顏色的蔬菜 已經有些配搭在底的顏色裡 不只是白色, 有些飯在底 我們就拿來墊底 有些人會覺得蔬菜好像沒什麼味道 但是如果我們就這樣吃 你就會吃到… 本身也吃到它有甜味 所以我們今天有甜味, 有鹹的味道 也有鮮的味道 混合起來的話 就很適合我們夏天 尤其是沒有什麼胃口 又或者有時候吃飯 都不想吃太多的時候 可以配搭飯了 在這裡我們先關火 讓它不要煮得過時 我們這餐真的有魚多過飯 所以我們特地不叫它 是一個茶漬的飯 我們就把這些海鮮鋪在表面上 不是說真的有很多油分 又或者吃到很濃味 清淡淡淡 清淡淡 反而有時候在夏天裡 我們就覺得更加適合 我們沒有胃口的時候 就可以吃一點 很漂亮 在這裡我們最後 茶包我們就不會放進去 我們把湯汁可以在旁邊淋上去 要浸泡過面嗎? 如果不用浸泡過面 如果你是茶漬飯的話 就要多給湯汁 剛才我們的椰菜花 已經在裡面蒸的時候 吸了很飽滿的水分 這個顏色也是漂亮的 我們額外還有很多海洋的食材 包括… 海先生 沒錯, 我們有些櫻花蝦 平常茶漬飯就沒有這些東西 通常茶漬飯只有一點紫菜碎 我們剛才說了 不是每個人都最喜歡 我們說煙燻了的堅魚肝 或者我們說木魚碎的味道 我們可以在這裡隨自己喜歡 你喜歡吃的 最後灑上去 否則份量太多 反而鹽粉或鹹味就過多了 簡單單單, 清淡淡 我們有這個茶漬魚 你看你喜歡吃的 我會不會倒閉 吃到膿裡的 太陽到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